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种菜的几个小心得 刚开始种蔬菜的时候,蔬菜的叶子又软又厚,种得相当好 为了让蔬菜种得更好,我就直接把香蕉皮埋在土壤里 但是很快发现,每天都有叶子被小动物咬掉几片 我就在蔬菜周围放了很多鸡蛋壳 又在纸板上钉图钉 大大小小也做了很多这样子的 用那个钉子放在纸板上,做了很多这种纸板 但是都没有用 也买了蟑螂丸 我把蟑螂丸放在了那个小咖啡盒里面 我的菜地就变成这样子了 到处是纸板,蟑螂丸 还有鸡蛋壳,还有钉子 为了防止虫害,我还在阳台上放了一碗水 里面有苹果粗洗洁精 结果我发现,这些果味把附属臭肉都引过来了 他们还把碗里的水都喝光了 那时我真的有些崩溃 我想我一定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对了 小动物们为什么会来 是因为他们被那些果味吸引过来了 所以我决定不再把那些果皮埋在土壤里面 副鼠和臭肉还有老鼠这些小动物也就不再来了 我也坚持早上给蔬菜浇水 而不是晚上 阳台上也没有了虫子 因为棚里的土壤 它的表面到晚上都是干干的 所以虫子也没有了 我的种菜心得是可以用厨余堆肥 但必须要等到厨余完全分解之后才可以使用 否则它的气味、果味会把小动物吸引过来 同时也会生虫害 然后就是浇水 一定要早上浇水 不建议晚上浇水 特别是阳台种植 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各种虫类 第三 每天浇少量的水 只要保持土壤湿润即可 只要土壤不干燥 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防止各种虫害 可以让蔬菜健康的生长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我的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请关注和点赞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